每当周深的OST歌曲响起的时候 观众都会不约而同的说到 周深又来收割眼泪了 那么两次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周深又会收割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大批的礼物了 要知道周深可是央视的宠儿特别受欢迎 时隔一年周深仍随身携带着去年收到的礼物 一把尺子 周深去年在这一年中 在洛阳的时候收到了主持人裴妃的礼物 洛阳龙门石枯尺子 并解释了送给周深这份礼物的含义 就是说话和做事要有分寸 周深也时刻记着裴老师的话 将他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随身携带着 时刻提醒自己 在今年的央视直播探班活动的直播中 周深就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当裴老师询问尺子的时候 周深立刻回答道 怎么可能在我行李箱呢 我说过我随身带着我就放行李箱了 当然不是随身带着就是随身带 在行李箱也是随身带 害怕自己表述不清楚 特意又强调一下尺子到底在哪里 周深在专业领域能严格要求自己 在做人说话方面也可以严格要求自己 连带着他的粉丝声名也一直都以周深为标杆 这才是偶像的力量 去年周深是很容易拿到了这个礼物 但是今年的时候 这个礼物可是有点难拿呀 主持人给周深出了个难题 回顾八月份之前你都唱过哪些歌 说不出来就拿不到礼物 话说这主持人真的很喜欢周深啊 给了周深免费宣传自己歌曲的机会 周深也是很会把握机会 挺不好意思的说出了自己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很有趣的互动 今年的周深在央视的舞台上收获了一盆多肉植物 并且在听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 直接把表演曲目给暴露出来了 璀璨星空 繁星点点 十字星 璀璨 三文鱼等种类的多肉植物 连周深都吐槽到 刚才维稳的介绍表演曲目 现在倒好 谜底全解开了 又是一场保密局长和筛子朋友之间的较量 直播结束后 有些参与人员放出了周深抱着多肉植物走的画面 就像一个开心的小孩子 这本多肉植物应该还会出现在大众面前吧 毕竟这些东西一般都是放在电脑桌旁边的 周深生日直播的时候应该也是会出镜的 礼清情一众虽然礼物很普通 但都饱含深意 一把尺子既警醒周深做事要有尺度 又提醒他记得读书 一盆多肉植物还巧妙地将粉丝的名字融入其中 周深曾说过他要成为生米的骄傲 他做到了 最开心的莫过于生米这个名字被央视提及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周深 也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到生米这个群体 中秋假节周深又让人四分五裂了 本来是只有央视一场晚会的 这波又来一场晚会 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周深也被邀请了 而且还是和谭顿老师的再次合作 这个阵容想想就让人很开心